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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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多偷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 甲泉,不是汪明泉 如果你要了解汪明泉 你可以問一下嘉英哥 如果你要了解甲泉的 你可以問問我,Dr.Hook 有些人問我,用一些低甲泉的建築材料 是不是不再需要做一些除甲泉的動作 如果你這樣想,就大錯特錯 因為就算你用了低甲泉的建築材料 其實它會繼續排放甲泉 足足有15年 所以 如果你要用低甲泉的建築材料 我都建議你 在做完這個工序之後 你都應該要去 塗一些除甲泉的噴臘 又或者一些除甲泉的劑 所以,如果你做完之後 做了這個動作 你可以 對自己身體健康些 好了,今天問問.hook 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hook,Lanana 我要了解汪明泉 熱咖啡,麻煩你 要解汪明泉 應該是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